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你认为感恩节如何影响你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你认为感恩节如何影响你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信息与背景 感恩节,这个来自美国的节日 如同一个热情的美国大叔举着火鸡和南瓜派 热情地敲开了我们的心门 你可能会问,身为一个六博士 如何看待这个节日对我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影响 请允许我以一种混合了科学理论和幽默元素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感恩节让我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是由无数的因素共同构建的 就像一个巨大的物理学实验 我们的生活中有无数的变数 从微观的细胞运作到宏观的社会互动 每一个部分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而每一个我们接触的人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原子 他们的行为和决定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在感恩节这一天,我们会停下来 感谢这些原子,感谢他们对我们生活的贡献 其次,感恩节也像是一个生物学的实验 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多样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就像生物学中的物种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习性 感恩节让我们有机会欣赏这些多样性 并感谢他们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 再者,感恩节也像是一个化学实验 让我们看到碍于感恩的化学反应 当我们对他人表达感谢时 我们的心情会变得更加愉快 这就是碍于感恩的化学反应 这种反应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也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 最后,感恩节也像是一个数学问题 让我们学会如何计算感恩的价值 感恩的价值并不能用数字来衡量 它是无价的 感恩节让我们学会了如何欣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并感谢每一个为我们的生活做出贡献的人 总的来说,感恩节让我学会了感恩 让我看到了生活的美好 并让我更加珍惜我们的生活 所以,感恩节不仅是一个节日 也是一个教育我们如何生活的课程 你认为感恩节如何影响你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重要人物和事件 感恩节,这个源于美国的节日 对我个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影响 就像一个巧妙的调味师 为我的生活菜单添加了一种特殊的调味料 那就是感恩 这种调味料不仅增添了美味 更让我认识到生活中的种种美好 首先,感恩节让我明白 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孤独的 我们都是在人际关系网中生活 每一个人,每一个事件 都可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就像感恩节的起源 那些早期的清教徒们在新大陆的艰难生活中 如果没有当地吐住印第安人的帮助 他们可能无法生存下来 他们感谢印第安人 并且把这种感谢的心情转化为一个节日 让我们每年都能够体验到这种感恩的情怀 其次,感恩节让我意识到 生活中的美好并不仅仅来自于物质的满足 更来自于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尊重 在感恩节这一天 我们会和家人、朋友们一起享受丰盛的大餐 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对食物的享受 更是对生活的庆祝 我们感谢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 并且把这种感谢的心情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 最后,感恩节让我明白 感恩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也是一种价值观 在我们的生活中 总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 但是只要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就能够看到生活中的美好 感恩让我们学会欣赏 让我们学会包容 让我们学会爱 所以说,感恩节对我的影响 就像一种掉味料 让我认识到生活的美好 让我学会感恩 让我学会爱 这就是感恩节对我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影响 至于重要人物和事件 那就是那些早期的清教徒和印第安人 以及他们的相互帮助和感恩的心情 他们的故事 就像一个永恒的灯塔 照亮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明白 只要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生活就会充满美好 在此 我想引用一句著名的格言来结束我的话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 你对他笑 他就对你笑 你对他哭 他也对你哭 所以,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去面对生活 去爱生活 去感恩生活吧 你认为感恩节如何影响你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影响 感恩节 这人自美洲大陆的节日 对我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有着如同烤火机般 烘烤我们心灵的影响 是的 你莫听错 就像烤火机一样 首先 感恩节教会我们如何将生活视为一场大餐 每个人都在烤火机的过程中 从准备食材 调配香料 到最后烘烤出香喷喷的火机 这就像我们的生活 需要时间 耐心和努力 而当我们将这么一道美食放在桌上 与家人 朋友分享时 那份成就感和满足 无疑是我们付出的最好回报 感恩节教我们要珍惜这一切 感恩我们所拥有的 其次 感恩节让我们学习到 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少困难 我们都要像那烤火机一样 坚韧不催 你可能会问 烤火机怎么坚韧不催呢 想象一下 火机在烤箱中经受高温的烘烤 但最后却能成为一道美味的佳肴 同样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也是我们成长的磨练 感恩节让我们懂得 每一个困难都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我们要感恩这些困难 因为它们让我们变得更奖 最后 感恩节让我们明白 我们的生活就像一道烤火机 需要调料的点缀 也需要家人和朋友的陪伴 没有调料 火机将会失去风味 没有家人和朋友的陪伴 生活也将失去色彩 感恩节叫我们要感恩这些调料 感恩这些陪伴我们的人 总的来说 感恩节就像一道烤火机 教会我们珍惜 坚韧和感恩 我们的生活 就像这道烤火机 需要时间 耐心和努力去烹饪 也需要调料和家人朋友的陪伴 所以让我们在感恩节这一天 向生活说声感谢 向那些陪伴我们的人说声感谢 向那些让我们成长的困难说声感谢 感恩节是否改变了你对于生活中的小事的感激程度 作为一个专业的六博士 我必须说 感恩节确实改变了我对生活中小事的感激程度 就如同一个爱吃甜食的人突然发现糖果的美好 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微妙的 而是像一个魔法师拿出一只兔子般的出其不意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感恩节的来源 这个节日起源于1621年 当时的清教徒感谢他们的丰收和存活下来 这个节日的本质就是对生活中的种种恩惠表示感谢 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然而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比如早上的第一杯咖啡 或者是在公车上找到一个空位 这些小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会被忽视 但在感恩节这一天 我们会特别地去感激他们 感恩节就像是一个放大镜 让我们看到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小事 它让我们意识到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值得感激的事情 这种认识就像是一个开关 一旦打开 你就会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个小事都值得感激 因此 我可以说 感恩节确实改变了我对生活中小事的感激程度 就像一个物理学家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理定律 或者一个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新的信息 这种变化不仅仅是表面的 而是深入到我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激之中 所以请让我们在每一个感恩节 甚至每一天都感谢生活中的小事 因为它们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就像我总是说的那样 生活中的每一个小事都是一个大事 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生活 感恩节是否影响了你对于家人和朋友相处的时间的看法 感恩节也会让人们聚在一起 享受美食 并感谢生活中所有美好事物的节日 这个节日是否影响了我对于家人和朋友相处的时间的看法 答案是肯定的 并且影响深远 首先 让我们以一种科学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 你知道 时间是相对的 这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的 所以 当你在感恩节的餐桌上 与家人和朋友共享火鸡 南瓜派和玉米饼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 然而 当你在厨房里努力准备这些美食的时候 时间可能会感觉像是在爬行 这就是相对论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但是 感恩节对我对时间的看法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他提醒我 与家人和朋友共度的时间是多么的宝贵 在这个节日中 我们放下手头的工作 忘记生活中的烦恼 只专注于我们最爱的人共度的美好时光 这种经验让我深深地意识到 时间不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而是一种可以感知 可以经历 可以珍藏的实体 此外 感恩节也是我重新思考了时间的价值 我们常常抱怨时间不够用 但是 当我们真正专注于 与家人和朋友的相处时 我们会发现 时间其实是足够的 我们需要的 不是更多的时间 而是更好的利用时间 最后 我想以一种幽默的方式 来结束这个话题 感恩节确实改变了 我对时间的看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会在感恩节的时候 把闹钟关掉 毕竟 如果我错过了感恩节的大餐 那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 所以 无论时间如何相对 无论我对时间的看法如何变化 我都会确保 我准时出现在感恩节的餐桌前 这就是感恩节 对我对时间看法的影响 感恩节是否让你更重视 对他人的慷慨和付出 当然 感恩节让我更重视 对他人的慷慨和付出 这并非因为 在这天 我会得到一只大火鸡 或者一个南瓜派 而是因为这个节日提醒我 慷慨和付出 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是我们社会的年着季 你知道吗 感恩节最初是为了庆祝收获的季节 并对生活中的恩典表示感谢 现在 我们可能不再种植自己的食物 但这个节日对我们来说 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让我们停下来思考 我们生活中的哪些事物 是我们感到感恩的 并鼓励我们 对他人展现慷慨和付出 我们经常忙于自己的生活 忘记了对他人的慷慨和付出的重要性 我们可能认为 我们的时间 金钱或者精力都是有限的 我们无法提供更多的帮助 然而 感恩节让我们明白 即使是最小的付出 也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你可以把这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感恩节晚餐 你可能只负责带一道菜 但是当每个人都带上自己的一道菜 我们就能够共享一顿丰盛的晚餐 同样 当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一点 我们就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所以 感恩节对我来说 不仅仅是一个吃火鸡和南瓜派的日子 也是一个让我重新认识到 慷慨和付出重要性的日子 它让我明白 我们的付出 不论大小 都是有价值的 都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一点改变 因此 让我们在感恩节这天 不仅要感谢我们生活中的恩典 也要将我们的慷慨和付出 传递给他人 因为这就是感恩节的真正意义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